所谓神仙也有凡人做 尤其是风神世界里的神仙 是保留凡人感情最深厚的神仙 他们得到之后也仍然自私 也虚荣 也感情用事 爱冲动 当然也爱面子 人活脸术活皮吗 为了面子问题 有人可以做到不应穷而辩解 不应怯怕死亡而苟存 面子问题不仅关乎着个人形象 甚至还能上升到集体荣誉的层次 风神大战中的产结之争下 产教门人将金敖岛赵江绑在炉棚下 赵公民看到后那是情趣可恨 他觉得这是产教对结教的比武 风神世界里的神仙 在同门丢脸的时候 是感同身受一样觉得难堪的 就连通天教主这样经历了万劫的神仙 在面对大师兄太上老君明显的偏心时 也认为自己被欺灭了而感到没面子 怒吼爱纳不足地从双筋冒出来 脸面丢了怎么办 捡起来呗 这句话不过上下嘴唇一碰倒是轻巧 但关键问题是 没办法没能力捡 掉下来的脸面 他死活就是捡不起来咋办 就像通天教主门下的求手仙 面子里一字全掉了个光 可就是没办法捡起来 风神中 求手仙是跟随通天教主 在庇游宫修行的弟子 大家都知道 结教弟子数量巨多 有风神榜上200多正神 和84000群星扼杀这个数据 说结教万仙来筹 是丝毫不算夸张的 甚至还有些贴切 结教弟子虽然很多 但是能留住毕游宫通天教主 身边修行等 不过多宝道人 精灵圣母 归灵圣母 无当圣母之四位通天的 清传弟子 以及求手仙 乌云仙等 如果将结教弟子安清传 入室 外门来区分的话 求手仙就相当于是 入室弟子 入室代表着和通天教主的 亲近程度 以及能得到随时随地 修行上的亲子之巅解惑等 不可否认通天教主在教导弟子修行上 当之无愧英才施教的民事之称 否则也不会有结教弟子百花齐放的规模 所以求手仙的实力 就算没有多宝等清传弟子强 但也不差 在通天教主不下万仙镇 和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两位师兄较高下时 首先出镇的 就是和求手仙同在必有共修行的乌云仙 谗教一方对付乌云仙的是赤金子 话说赤金子 那可是欲须十二上仙中积金中的首仙 而且每次排位时 他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所以是不是就说明 赤金子是欲须十二们人中的老大 但赤金子在乌云仙面前 实力表现却非常不堪 他不过和乌云仙交手三四个回合 就被乌云仙打倒在地 若不是广城子剪辑快进阵来的吉时 赤金子保不齐就命丧乌云仙之首了 若论排位 赤金子是第一的话 广南的城子就是排第二 但欲须数一数二的门人 却接连都败在了乌云仙之首 囚守仙和乌云仙 同为通天教主的陆氏弟子 所以他们的实力大概是不相上下的 在乌云仙追杀广城子而去后 就是囚守仙代替乌云仙 来主持太极镇的 乌云仙的表现在前 所以囚守仙的实力如何 我们大概得出一二 在场观战的圣人老爷们 当然比我们更清楚了 所以准提道人先用意志帮文书广法天尊开了天门 后有原始天尊递来的盘古藩珍珠太极镇 帮助文书打败囚守仙取得了胜利 囚守仙既然失败被擒 那么按照姜子牙等铲交一贯的做法 是被立刻斩首送上风神榜的 不过此事圣人在前 姜子牙就没资格发落囚守仙了 因此囚守仙得到了让他永生永世蒙羞 至今都不能解脱的结果 什么结果 但见囚守仙被擒后 铲交教主原始天尊招手吩咐南极仙翁 如此如此这般一番后 南极仙翁走向了囚守仙 对他念念有词一通后 大喝即 还不速写原形 更待何时 然后囚守仙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不受控制地 变成了青毛狮子的原形 囚守仙这边还在莫名恐慌之中 忽然感觉到向下一凉 他低头看去 双眸中映现出一块名牌 上书囚守仙三个大字 还没等囚守仙回过身来 他又感到身上一重 竟是有人骑在了他身上 原来原始天尊将他赐给文书光发天尊当做起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了 这是明晃晃的羞辱 是侮辱 是对他囚守仙的耻辱 是对通天教主对结交无言的亲吾 可囚守仙能怎么办 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他已经不是囚守仙 此时此刻 他只是一条青毛狮子 是被文书骑在身下的左旗 按照辈分算的话 童天教主和原始天尊 是同出红军道人门下的氏兄弟 所以囚守仙和文书也算是同门氏兄弟 可如今他却变成原形 被同门氏兄骑在身下 这是活生生把囚守仙的脸面往尘埃里践踏 更加可悲的是 和囚守仙同样结果的 不止他一个 接下来的灵牙仙和金光仙 也因原始天尊所赐发报的威力 先后在背情后打出 美人脖子上挂上自己的名讳 被刺行到人和普贤真人欺上了 名惶惶的耻辱 让囚守仙他们生不如死 对他们来说 上封神保才是解脱 可是他们没有选择 因为法力的压制 他们不仅反抗不了 甚至还要拖着他们去杀自己的结调同门 去围攻精灵圣母 当封神大战尘埃落定 囚守仙他们的脸面 开始了背在地上一遍遍地摩擦 摩擦 在文殊普贤和慈航投奔西方教后 囚守仙他们作为做起 自然也要跟着一起去 西方教内有三千多的网络同门 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成佛的成佛 得菩萨的得菩萨 当罗汉的当罗汉 自己却尾身于人胯下做起 当文殊等人去天庭参加盘桃院时 囚守仙当然要托他去天庭 然后眼睁睁看着文殊 阻他精连入作曲 自己却被人用脸子锁到一群牲畜中 这个时候囚守仙只恨没有地缝钻